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一个很有力的进攻黑旗的这么一个手段 但如果黑旗现在就恐慌对白旗的这个手段要自己补一手呢 又显得太过于重复或者说这个步调太慢了 黑旗实战呢是选择了更为积极的这么一种态度和更加强烈的手段 他把这个目光啊放到了白旗这个边控上 其实我们之前在很早以前的这个对于一间夹的结构上面会有高手 其实已经就得出结论如果说是一间夹的这种状态 隔三个尤其是在高位的话 这个旗被对方打入进来其实是黑旗是很有手段的 因为这边比如说加了再拖之类的这个下法是非常丰富 不过这盘旗呢黑旗这么打入 他不是从这个方向瞄着白旗 而是在左下方 实战呢黑旗打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程 白旗从这个心情上来讲的话 是肯定想把黑旗给盖在里面 攻击他 但是从旗形上来讲 这样的一个形状 留给白旗的缺陷是黑旗有这一靠段 其实黑旗也就是冲着这个靠段 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打入进来 如果说他是想单纯的破空的话 给自己平贴一块姑旗出来 下边以后再被白旗有空 把这一搬两块旗都成姑旗 各自往外跑 这样的话未必是黑旗的一个初衷 如果从白旗对于旗形的把握来讲 并一个是本型 但是这样一下交换黑旗 他就可以当作是一种便宜 因为以后再走可能未必能够让这个黑旗在这边 白旗这么老老实实的扎个钉 他有可能会考虑跑出来 也有可能就放在这了 假设从这个方向再走出来 他提到的是前后有这么一个上下的呼应 所以白旗实战呢 先靠上来看一下黑旗怎么下 其实本身连校七段呢 已经是在国内可以说是目前 与柯杰、唐伟新、石月一类 都是非常备受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个年轻的棋手 但是这盘棋呢 遇上了比他年纪更小的深圳旭 深圳旭据说只有16、7岁的这么一个年纪 实在是非常的年轻了 但是他们两人相遇呢 又是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这盘棋是春兰百灵杯的八强战 也是这么一个世界大赛的关键性的舞台 又是中韩的这么一个对抗 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这个目光的一盘棋 深圳旭据说是李世时的两个弟子之一 还有一个弟子是叫做申敏郡 但是从现在这两个弟子的发展来看的话 似乎深圳旭要更加的出色一些 从这盘棋也可以看得出来黑棋的棋材 我们看现在白棋靠压 黑棋怎么办 刚才我们说到有这个靠一个 那这个靠一个是有什么作用呢 先来看实战的下法 先爬 白棋当然要挡住 然后黑棋再一靠 看似这几手棋似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其实它们又是非常有关联的棋 这是一套组合拳 其中缺一不可 这个时候白棋就应该已经醒悟了 那如果白棋挡住会发生什么情况 黑棋这一段 这一段因为刚才爬完了以后呢 这个断点 白棋必须要补 然后呢它再从这边动手 这样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事情的缘由了 假设白棋再不知悔改断上来 黑棋打了 一冲 白棋吃不过来了 这两个子就变气顶了 如果能够下成这样 我想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局部了 其实即使是像实战这样 黑棋能够靠的这个 我认为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其实棋手更多的下棋是追求一种心理上的 这样的可以说是不断是战胜自己的心理 还是战胜对手的心理 都是一种追求 就像这样的心 其实我想我们棋友有一些会觉得比较眼熟 这样的形状或者说这样黑棋的手段 在我们的类似于教科书上的这些棋书上 都会出现这种下法 这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种案例 但是很少会在实战当中碰到 但是恰恰呢 这盘棋又是这么具有这个含金量的一盘棋 还能够在实战中黑棋很好的运用到了这个手段 也是非常有意思 大多数的实战手筋我们可能起有只能作为欣赏 但是实战黑棋的这个下法 我们恰恰是可以拿来借用的 因为类似的这种形状 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他这个非有一个靠段 那你下一次打入一个看看 对方如果想强行靠压住你 当你使出这一靠的时候 心情一定是倍加愉悦的 所以实战的白棋也绝非是等闲之辈 他显然我想在黑棋打入的时候 其实白棋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 之所以还能够这么下 是因为他觉得团到这的话 这块棋你黑棋也有问题 他告诉黑棋你不要在这轻易的造刺 自己的问题要考虑清楚 但是此时的黑棋就像这个开弓没有回头键 已经下成这样了 那给自己的这个后续呢 没有太多的这个退路可以选 加一个 又是一部适应手的棋 白棋力给出的态度十分十分的强硬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接住的话 首先幕术上已经亏了很多了 那可能黑棋的招法又会不一样 那他可能会把这两个子重新处理 因为这边呢已经在幕术上有了一个很大的便宜 但是对方给出的态度十分的强硬 一个都不能少 你想便宜不给你 那作为黑棋来讲的话 如果白棋立下来 如果白棋粘它就便宜了 但如果立的话 从局部的这个幕术上来讲 黑棋这个交换是亏的 那他要怎么能够把自己亏的这个棋 来达到一个很好的借用呢 继续拌 白棋端上来 然后黑棋吃 冲出来 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能从这吃的 如果你吃这个的话 黑棋吃 白棋提 黑棋从这冲过来 这手棋加完了以后 如果你敢拖先下一步一跳 白棋脚上自己的死活都成问题 那当然 白棋呢 这个时候也是态度很强硬 既然我这边 走不好了 那我就先换一个地方走 这一般 这一般呢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 对于这样的形状来说 这一般是灭掉黑棋眼味的很有力的一种下法 黑棋先打一下 把这个头扭过去 再一扳 扳一个跟这个单提比起来的话 黑棋的想法更多一些 白棋当然要长 然后它从这冲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黑棋的意图了 如果提 那么被白棋一般 这边分开了 如果黑棋要从这接的话 那这几个字 毫无疑问 有可能这不是说破白空的问题 再被白棋吃进来 这黑棋整个这一带 都完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送子观音 所以黑棋在这边呢 它不是从这儿要把这个子救回来的 包括如果说现在提一个的话 白棋它的这个手段可能都是从这个方向走出来 扳一下 然后从这儿冲 另外一点呢 就是黑棋为什么要抢这个冲啊 它想强调的是 这个加一下以后 在这边跳 白棋一袜 然后黑棋它可以搬过来 这个木树价值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觉得 即使这边给你吃了 你其实就吃到最后就是这个十几木棋 就想开一点我把这个木树损失 转到这边 你白棋本来这边如果围的话 也有十多木棋 甚至更多 所以我们看高手的棋 它们实际上是在 不停的在进行转换 非常的灵活 而不是说我一块棋走下去了 我就一定要死死的抱住它 不能让对方吃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给你自己 自身在不经意间就设限了 这样白棋当然它只能断吃了 然后黑棋再把这个一立 从本手来讲的话 白棋是需要在这补一手 但是它觉得下一手 比方说再被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这样一跳 这个被搬回去 还要收气再吃黑棋的话 这个白棋整个兜一圈 最终的木树其实是收效甚微 当然了 实际上白棋这个班 黑棋也绝对不会跟着走 这就是高手之间 他们的对契合的这样一种理解 就是盘面上永远都是 你走到一个大的 我走另外一个大的 而不是说你走到 我就要跟着你走 再被你提回来 那白棋就转了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醒 我们爱好者下棋的时候 也是这样 切记下棋一定要有自己的 一个思路 而不是被对方牵着走 所以黑棋把这个跑出来 这一跑对白棋这个棋型来说 实际上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这后面的白棋 从这个实战进程上来看 也是比较比较惨 所以这个局部 黑棋还是下的非常的精彩 各位既有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次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呢 是取材于韩国为假 两位对局者 直黑棋的这一方 李太贤六段呢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是直白棋的这一方 李昌浩九段 那我想至今依然是很多奇迷心目中 像神一样的人物 如今的李昌浩更像是走下了神坛的一位 但是依然是对其孜孜不倦的 这么一位让人尊敬的骑士 显有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在看到李昌浩奋战在一线的身影 但是不变的是他对于围棋的这么一个追求 难得在韩国的围甲当中 在看到这一盘棋的时候 尤其是对此后白棋实战这个局部的下法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再者呢 也是因为对于李昌浩九段的这样一种情怀 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这盘棋 其实更倾向于一个拼幕的格局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功夫棋 那功夫棋的话 比起这个可以说是攻防的作战的这样的对局的话 他会更早的进入到一个收幕 双方拼幕术这么一个阶段 纵观全局现在白棋的幕术非常的扎实 这也是属于李昌浩九段的一个个人的风格体现 但是黑棋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边的这一块棋 无论是大飞手脚 还是白棋在这打入了一个子 黑棋的这个空间里面 白棋都有很多想要去实施的手段 或者说想要去探索一下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所以现在这个白棋怎么下 也是成为了此时盘面上的一个焦点 首先对于这个打入这个子来说 如果我们从正常的这个低感的思维来看的话 他会考虑挖一个 那现在呢 黑棋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打在上面 一种是打在里边 我们先看打在外边会下成什么样 这样打持白棋接上 然后黑棋退一个 这个棋如果现在白棋拐的话 黑棋它可以强行顶住 白棋连不回去 但是白棋它可以 从这一带飞一个 是黑棋的应手 这个图 对于黑棋来讲有点难以把握 因为你这边如果说冲的话 白棋冲完了断之后滚包它可以度过 那但是黑棋现在它可以考虑 既然是拼木 那就比较实在一点 比方说打在下面 然后把这个打持 如果你白棋打的话 黑棋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感到这个可以开截 它可以提 如果觉得截才不利 沾上 现在这个棋白棋蒸紫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蒸过来 蒸不掉 但是当然白棋可以 在这为了跑这个紫 它可以做个引蒸 但是无论你怎么引的话 其实都是 把左边的其他的味道卖掉了 那你 当白棋这样交换完了之后 黑棋它可以 考虑从这边打过 这也是一种 很务实的选择 当然在这个局面 黑棋可能觉得在外边 被你白棋拔一朵花 可能也会觉得中间的 这个潜力会很大 所以实战虽然白棋没挖 我们也没有办法 给黑棋有一个 很准确的推测 它究竟会怎么选择 但是这两种下法 我们都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白棋如果觉得 挖一个 有可能刚才黑棋打在外面以后 它这个二路飞过 不满意 但是呢 这个紫又想有 一个更好的 这种做活的方式 那 我们会再考虑 比方说 从这个三线上 顶过来 这个图 黑棋也有两种选择 首先 从正面回击挡住 我搬一个 黑棋退 这样其实 白棋要在上面做活 并不难 然后再一尝 这个时候是给黑棋一个考验 你敢不敢挡 挡的话 马上白棋就冲了一段 然后再扳粘 黑棋外面一补 白棋再次补一手 就可以做活了 非常的清楚 但如果说你 白棋 黑棋要粘住的话 那白棋下一步 这个哪怕 直接小肩 活的也是非常的明确 所以这个棋外面 活了以后 还给黑棋留个断点 可能黑棋觉得 不太能满意 所以如果实战 白棋顶的话 我想有可能会 黑棋会考虑 比较柔和一点 单退 这样其实白棋 反而不好下 如果你顶一个 如果你冲一个 我就挡住 如果你打吃 我就粘账 冲不出来 只能接 但是你接呢 黑棋又可以 挡住 这个时候 因为这边 白棋的气 是非常紧 如果你拐的话 黑棋它还可以 继续 把这个顶住 所以这么看的话 似乎白棋顶一个 也没有能够 有比较好的 这个效果 学棋的经验 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你觉得在一个局部 不好下 那你不妨试着 考虑 把你的 这个 聚焦点 换一个地方 同样呢 也是 在上面 行骑 黑棋的这个 大飞手脚 它不是无忧脚 无忧脚的话 相对来说 白棋可以去 在这个脚上去 走骑的空间 会小很多 就是因为 现在 黑棋是一个 大飞的手脚 所以白棋 可以在此 利用的这种手段 就很丰富了 再接着 白棋还可以 把这个字 作为一个 很好的 在这局部 打下的伏笔 还从这 碰一个 其实 很多时候 在 我想 在曾经啊 我们学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李昌浩 可谓是 圣级一时 很多骑手 都在研究 李昌浩的风格 说他的 棋风是 均衡派的 但是呢 又不失力量 但是呢 他是在 可以选择的时候 他更加的倾向于 一种 大局的掌控 尤其是他的 关子 也是非常的 厉害 但是如果 你想要在力量上 欺负他 那也是绝对 逃不到半点 便宜的 就是这样一个 棋风非常 均衡的 骑手 也了解到 李昌浩非常多的 这个故事 包括他 拜曹勋炫老师 为师 但是呢 我想 我曾经听到过 一个对于 李昌浩比较 就是在 其上的 这么一个 比较客观的 评价 就是 为什么李昌浩 这么强 很多时候 给出了 其他的意见是 他很用功 这当然了 同时说 他的心理素质 很好 因为他也被尊称为 石佛 这都是一个 成为大骑士 需要去具备的 这些因素 但是具体体现在 骑上 他为什么这么强呢 就是因为 他其实 对于 每一个局部 了解的都 非常的透彻 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 怎么来理解 这段话呢 就是 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局部 我们打个比方 在这个大飞手脚的局部 我们所知道的 可能白鞋的下法 比方说 有这个点 有这个托 或者说 有实战的这个碰 大概也只能 我们表面上的 说到 有这样的手段 但是如果让你 深入的去把 每一个下法之后 产生的变化 来摆出来 很熟练的告诉 大家这样的一个 权衡利弊的话 我相信 很难有 起手做到 但是 李昌浩可以 他呢 就是 在这么多年啊 非常用功的 这么一个基础上 他所做的努力 就是 把每一个局部 都了解得 非常的透彻 以至于 在面对 一些局部的时候 他可以 很快的 做出一个 正确的选择 因为他了解了 每一首 其之后的下法 他所要做的事情 只是权衡一下 判断一下 在这个局面下 哪一种下法 更适合 去这么下 尤其是在 人工智能 现在 在胜率上 胜者为王的 这么一个环境之下 我想 李昌浩九段的 这样一种 对其钻研的精神 才更加的值得 我们去学习 因为 当你去 想要掌握新的 这个 招法 学习新的 领域的时候 你更应该 做的事情 是把 之前 我们 在每一个局部 需要去了解的 这种来龙去脉 理解得更清楚 只有做到 你充分的 对这个情形 有了自我的认知 和理解 你才能够 很好的去掌握 新的知识 接着我们来看 实战白棋碰上来 黑棋 顶 这个时候 如果说 黑棋在跟着白棋走的话 会给白棋 带来更多 可以去 下棋的头绪 比如说这一段 你顶我就打 你走这边 我就把这个字 跑出来 既然如此 黑棋 就选择 那就 先走好一边吧 白棋 自然也很高兴 毕竟在脚上 你黑棋 拖了个先 那我就先动手 总比 这个直接 在这边 没有子的时候 比如说 碰上来 黑棋 它是不会 往这边去走棋 它肯定说 是班上 还是长一个的问题 当然 这两手棋交换 白棋 肯定是 比较损的 那下棋 我们不可能 每一招棋都走到 如你所愿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想 你的对手 也未必是 跟你在 一个水平线上 白棋 再这样 脱了一座椅 下出了一个打结 很有弹性的棋 这个时候 我们爱好者 一定要注意 这个棋 千万是不能接的 如果你一接的话 你前面所有的好棋 都要被 这一手棋给推翻了 这个 太重了 这样的形状 一定是 开结 然后 爱奇沾一个找结 找结也是 很有水平的 找结 千万不要 先以损 为前提 粘住 黑棋 想了想 如果硬结的话 好像全盘也找不到 比较合适的 结材 所以 他把这个补上 当然这手棋 也非常的大 因为黑棋补完了以后 上面这块空彻底的 就性黑了 因为白棋在这边 他没有 像刚才 如果什么棋都没走的话 黑棋 同样是花一手棋 绝对不可能走成 像现在实战的 这个结果 这么厚 不过 作为白棋来讲 能够以打结 这种方式 把这个搬下来 走到这一手棋 价值也有十多木棋 非常的可观 那这样其实就是形成了一种转换 白棋虽然一开始的目的是想打入破黑棋的空 但是随着这个双方的这种过招 白棋很自然的把棋变成了 把原本想要破掉黑棋上面空的这样一个木树 转换到了下面 同样也有十多木棋 这么来看的话 从这样一个局部来看 我想白棋的这个 无论是从构思到具体的招法 再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这也不愧是李昌浩他的这样曾经的水平的再一次体现吧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